香港家臣 香港家臣系列 古代就是拜家臣的臣 家臣很大 一個四合院 居住三代人 所以拜家臣 首先有中廳的臣 後來演變成造軍 在門口的道路神 門口有個八公 或者有個土地老爺 一個榕樹頭 慢慢移到家裏 變成土地公 然後就門神 門神本來是帝王 唐大宗睡不著 叫了兩個武將去開門 又不是辦法 他們又不用睡 畫了兩個畫像 發現沒事 結果原先神話人物 身處屈律 一個漢人 就是秦宿堡 一個湖人的秦經德 不是 就是屈辭經德 一漢一胡 兩個人守住唐大宗的門口 以後 人們把兩個人畫在門口 所以門神除了守門之外 顯示胡漢一家 或者顯示華夏文化的威力 即使是胡人漢化之後 都會是漢人一樣看待 所以兩個人都同時看門 原因是因為唐大宗 十七歲打天下殺人太多 他做了皇帝之後 他做了皇帝 又殺了他哥哥 原武門之辨 用射箭射死了他哥哥 太子 不知道是否你原吉記不清楚 所以他做了皇帝 經常有冤鬼來索命 睡得不關靈 結果找到兩個武將 這個變成門神 這個其實是把皇帝的下降到民間 這個是華夏文化幾厲害的東西 就是朝廷的東西 居然是民間的門口都可以用 這個在歐洲 在日本都不可以 但是華人忽然是可以的 很奇怪的 其他就是天官 天官就是道教的神 門口看著你 你敢不敢上玉帝說話 井神 井神就是保衛井水乾淨 香港水源有問題 就可以霸應 可以貼在水龍頭 貼在廚房雷水器 倉神宮就是看谷倉 原本是泰倉的神 官府倉會貼倉神 民間拿倉神來用 貼在米缸上 香港有些家庭都會貼在米缸上 谷倉的神 這個比較古老 這個也是民間見到太倉 皇帝倉 官府倉 有這樣的樣子 我們學 沒有禁忌 福六壽 福六壽本來是三顆星 很多家庭有 現在取消了 上少復興 床頭婆婆 小孩子睡不著 或者大人睡不著 失眠 可以貼在這裏 可能可以 不知道可不可以 但其實有其他方法 物中有其他方法 可以令人安睡 或者一邊唸就唸到睡 不是 我們聽剛才的 CSBN 他說一些很刺激的國際新聞 有俄羅斯 有非洲 有脫歐 但你聽到 同一個聲線 他說的所有東西都是同一個聲線 一個flat tone 美食英語 你聽了之後 你以為世界很大 就沒什麼發生 沒什麼發生 其實已經在捉緊華為的人 然後又 這裏發生事 日本和俄羅斯在談判 但他用同一個聲調來說 令到 看電視的人 有一個 英文叫 reassurance 肯定你世界是沒事的 因為有人在處理這些事情 有人在報導這些事情 你在看這些事情發生 你只是旁觀者 你只是在聽一個報幕員 或者是一個女主播 用了很漂亮的聲調 很好的化妝 很短妝的說話 說了一套的說話 我們那個TVB失敗 或者是商業電台失敗 是直接令到香港 沒有了這種 撫慰人心的聲音 和面容 就是女主播那些 大家都記不到TVB的女主播什麼 現在是涉甲緩的 消失了 男人那個我忘記了 不知道羅馬什麼的都消失了 去了友善 然後友善友善 友善最近有裁員 將那個新聞部 好像五十多人都裁退了 其實這些全部是影響香港穩定的 我不知道共產黨在搞什麼 就是不可以發生這些事情 幾代都要保住TVB的連載新聞 很多人看 很多醜聞揭發 但是揭發醜聞的時候 都是用這個撫慰人心 沒有事發生 香港沒有事 香港沒有事 繼續看電視 補個心理來報道 沒有了這回事 社會就不穩定了 這些十二家臣 或者這些家臣 其實都在做這件事 就是你夜睡不能 其實交不到稅 朝廷捉 四周是民變 敢以為四周是捉人 總之你貼了床帽 就先睡覺 小孩子晚上哭 其實是 可能是老公打老婆那些的 小孩子在哭 但是貼了床帽 好像不是我的責任 文武財神 文財神代表是精露的錢 武財神是意外 或者是做生意賺的錢 兩個都在這裡 尼史先冠是做生意用的 比較有趣的就是 今次我特意發揚了這個子孤神 即是廁所的神 就是保證大家可以餓 因為這個我發現 是極厲害的需求 現代社會最難搞的事情 就是便秘 食物是充足的 但食物裏面是缺乏纖維 而且吃的時候 一條有食 你不是幾個人在這裡喝杯酒 或者是興高采烈 吃一條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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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吃好西都好 都是一條有 因為很無癮 所以那個消化不良 和便秘是這樣來的 不是因為腸胃有問題 幾千年都是這樣 怎樣的 吃得不可得 所以刺神是 找你保佑這個大小異辯暢通 男人就是 到了四十多歲 就開始小便有問題 前列腺長大 不知道能否幫到 也有他 另外一件事 就是刺神 找來做 其實他本身是一個妾侍 因為生得太美 還有 書畫琴其實都很厲害 南北朝的妾侍 我先看看名字 他叫子姑 紫色的子 就是壽陽刺師李景的妾侍 是南北朝 南朝的人 即是進朝之後 唐朝徐朝之前 兩屆進南北朝 因為生得太美 以及很精於書畫琴棋 所以那個刺師 好像周長一樣 很喜歡他 大婆很討厭他 在廁所上 一刀刺死了 殺死了他 他成為廁所 他老公是家手不出外傳 難道捉他去官府處死嗎 其實殺死妾侍是要處死的 當是無回事 實際又不知道 是否當他跌死或淹死 所以後來很多人同情他 就在廁所拜這個子姑 於是子姑成為廁所的神 他找來做扶妓用 但因為他是冤枉死 而且他是非常漂亮 和文才很好 如果招了他上身 他整晚都談不完 他一直在上身寫詩詞 蘇東波以前 在筆記上也說過一次 他看過人 招了子姑神上身 然後寫詩詞 很有南北朝的風格 他發現這真的是子姑 不是假扮 不是基統假扮上身 因為宋朝人 沒有特別的訓練 沒有寫到南北朝的詩的風格 所以他發現這應該是真的 據核勝那一次 是有這個神明存在 所以做了出來 但在明朝那些三九首神大傳 那個子姑神 畫到他十足一個大婆 非常之臭怪 所以這次我找一個養子做 找一個最美的妃嬪的樣子 後面有一個屏風 代表廁所 做了一個子姑神出來 十足一個 一個懂得書畫琴棋的基妆 可以貼在廁所 就這樣印上 另外一個就是 救神 即是馬槽的神 就是保護陸足平安 和寵物是沒有事的 傳統中國 漢人那邊是信漢子 所以就不會有圖像 就這樣寫陸足平安 豬籃皇上 什麼豬牛 興旺 在宜族 即是雲南 四川貴州那邊山區的宜族 宜族位置以前住在中原 被漢人趕走了 他們反而有救神的傳說 有畫像 不過畫像畫得不太漂亮 所以我將他 又吩咐我的小朋友 將他改造 改造成一個像是漢人的畫像 畫了一些豬牛羊 雞鴨 龜 貓 又沒有貓 糟了 有 有 不是 有兔子 兩個兔子都沒有貓 有有有貓 這個一定要加 有貓有狗 有鳥 有鹿 有蝙蝠 有魚 可以 另外加了一個西藏咒輪 這個就是一個保護六畜的西藏咒輪 就是找一個蜜中的咒 包圍著一隻野狼 顯示那些養的加琴加畜 或者那些貓狗 是不會受到外來的瘟疫 或者野狼的侵擾 就做了一個狗神 你可以當兔子神 你看 我們今天都不多 在家裡養豬 或者養牛 那些 就是十二個家臣 原先周禮 周禮就說 天子在家裡拜七個臣 時代夫拜五個 大莊主那些 有錢人拜兩個 平民拜一個 一個就是祖先 我這裡整個十二個 這個顯示香港 是奪了天子的位 暗中有這個意思 而且更多 很多很多 我經常做這些 就是把原先是天子 獨有的東西 放大到十二個 十二個極點來的 就不會再多過十二了